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一次呢要来做整周的复习 我们这一周呢有讲过了报导句跟引用句的部分 那特别是报导句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报导句的人称代名词要做改变 时态呢除非是事实 不然的话时态都要往后退一步做改变 那时间跟地点的部分也要有所不同 譬如说here要变there之类的 那我们的间接叙述呢也就是报导句里面呢 是不会有引号不会有quitation mark 来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讲过人称代名词的部分 Emma说I need my book 如果用引用句呢它是讲Emma said I need my book 重点是报导句间接叙述的时候 Emma说他要他的书在名词变成女生的Emma She Emma said she needed her book 他需要的是他的书 人称代名词改变了 以及动词呢时态往后退一格 再复习另外一个句子 Tom呢他说I'm hungry 我肚子饿了 Tom said I'm hungry Tom说我饿了 报导句间接叙述句的意思是 Tom说他饿了 Tom是男生 要用he He was hungry 时态往后退一格 时态往后退一格 这个是报导句的部分 好那还有讲到起始句 重点就是原型动词开头 主词呢其实都是you 但是做省略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用起始句呢 就是下面这些讲命令的时候啊 讲指示的时候 还有强调的时候 都还蛮常会用到起始句的 感叹句呢的重点就是有what 还有how 那特别要注意what and 和how后面加的东西不一样 what呢要先加 or或and 然后加形容词 再加名词 how呢是先加形容词 然后加上主语跟动词 那what的主语跟动词 有时候是可以省略的 就是这两个句子的不同 那相同点呢 就是最后结尾的时候 都会是惊叹好 都是在表达 我们很惊讶很惊奇 怎么会有这么特殊的事情发生 或者是有这么好的事情 都会用what 或者是用how 这个是感叹句的部分 这边有what的举例 what加er 或者是and 加上形容词 加上名词 he is 我们可以做省略 how的部分呢 就是加上形容词 或者是加上副词 然后加上主语 最后加上一个动词 所以how跟what 他们先后面加的东西不太一样 但是一个句子可以变成how 也可以变成what 好 再来就是最困难的导装句的部分 主语动词地点的导装 记不记得上次讲过 否定副词跟特殊句型是最难的 这两个一定要多做练习才会记得的 譬如说否定副词有never 特殊句型可能就是only 这些东西 还记得吗 好 我们直接来做一些练习题 来练习题 第一题 有看到what有没有 又有看到beautiful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个是what的感叹句 所以我们先摆下what 好 what后面要加什么呢 er或者是an 但是它是复数 所以我们没有er或者是an 好 直接加上形容词 beautiful what beautiful 好 然后加上名词 它的名词是什么 eyes 眼睛 这是名词 然后加上主语跟动词 主语当然就是这个啊 主语 然后再加上动词 这个呢 就是我们感叹句的部分 what beautiful eyes you have 你的眼睛多美啊 加一个敬叹号 第二个练习题 the doctor said it was nothing serious 不严重啊 你身上的病痛不是很严重 所以你听到是会怎么样 放轻松的 好 放轻松 答案只能选c c呢就是what a relief 我解脱了 放轻松 多么放轻松啊 多好的一个消息啊 那其他的选项呢 不符合 所以我们就不会是选 那猪为什么不行呢 what a fool fool就是傻瓜笨蛋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会选猪哦 只有c是正确的 好 只有c是正确的 来 这个练习题 他说 he said you are such a good friend 请问同学 这个u指的是谁 他在对你说 他说你是一个好朋友 所以你指的就是我 所以呢 要把you变成 i 好 i 我是 you are 变成i am i was 对不起 还有实态要往后退一个哦 i was such a good friend 好 他的句子就会变成这样 he said that 他说 我们这是报导句 间接描述 他说 我是一个好朋友 实态往后退一个 I was such a good friend the teacher asked the students 什么 they were doing 他们在做什么事呢 做什么事 问什么东西 就要用 what 谁只能选猪 what they were doing 他们在做什么 the teacher asked the students what they were doing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谁只能用猪 what it is to shop online 好 这边全部都是感叹句 老师讲过 全部都感叹句了 how 跟what 那刚刚讲过 what后面要有 a 或者是m 然后再加上名词 所以c 跟猪呢 就是错的了 好 那how 后面呢 可以接形容词 或者是副词 这个是形容词 这个是副词 那我怎么知道 要选哪一个呢 我只剩下a跟b 可以选了啊 好 这边是 it is b动词 所以呢 我们副词 是用来形容动词的嘛 我们这边只有b动词 没有一般动词 所以我们答案选 a how convenient it is how convenient it is 多么的方便啊 好 所以答案是a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一周 所有的练习题 那同学 除了这些练习题以外 你可以自己呢 再去衍生出来 更多的题目 来多加的复习 尤其是导装剧的部分 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tranqu睡眠剧的部份 但是